伯仁传49话,名人实力不亚于左柱,却被仪式小瞧,能力被克制。 名人是上一代的欲言之字,比左柱多了个主角光环,所以在梅童树的前提下能抗衡六道版。 其次,名人的查克拉亮异常庞大,逃逝吸了半天也不见耗尽。 从博仁传中的表现来看,名人实力不亚于左柱,持久战基本是稳定的,毕竟左柱的查克拉不多,空间人数消耗的查克拉特别大。 仪式初次抵达牧业村时,以免压斑的实力吊打了左鸣。 由于名人自带恢复力,血量多,所以左柱的表现显得很糟糕。 既然如此,为何被仪式小瞧的却是名人? 原因不难理解,左柱除次对战仪式,不了解对方的能力肯定会吃亏。 经历过惨败之后就左柱可以利用血轮眼观察变小的仪式,又或者使用轮回眼开启空间认数,天守力互换位置也很麻烦。 左柱和博人合作,几乎可以规避黑棒的全部伤害,毕竟博人竟然能看到周围空间的变动,刚好克制大黑天秘书。 反观名人,对战仪式毫无优势,只能凭借着恢复力担当肉盾,说白了就是担当人肉杀包。 在刚更新的49块中,仪式仅凭T数再次吊打名人,看到左柱感到很麻烦,比较记带轮回眼的招式。 名人在仪式面前表现一般的主要原因是能力被克制,各种忍数无法使用,会被仪式吸收。 就连名人最擅长的多种影分身之术,依然不起作用,在仪式的压缩变小秘书面前瞬间团灭。 名人没办法威胁到仪式,只剩下体数对拼,结果被吊打。 左柱的体数虽然也打不赢仪式,但有轮回眼的天手力,想要跑路还是很简单的。 仪式怕左柱时常来封着他,所以初次见面就想杀死左柱,把血量稍多的名人封密在大黑碗中。 当实力相差一个级别后,名人很难保护他人,左柱倒是可以。 木叶村大战过去数年之后,川木又把名人给封印在某处。 打败名人不算难,但想要杀死就需要花很大的功夫。 当然,川木也不可能杀死名人,出于当年的知遇之恩,川木还打算把柏仁接过去和名人团聚。 除了左柱外,最令仪式赶到棘手的当属柏仁,因为柏仁和陶氏是一体的。 原本陶氏实力就很强,如果能使用静岩的话,实力未必不能接近一世。 正因如此,陶氏会卖给柏仁一个人情,帮助左明和仪式来一场巅峰之战。 单论实力的话,名人要比左柱列强,只是被对手克制后就很难受。 同级之间的克制就足以形成绵压局面,仪式克制名人的压制力可想而知,所以仪式才会小瞧名人,重视来自左柱和柏仁的威胁。 49话的柏仁一招空间忍数成功把仪式转移,木叶村暂时不会被毁掉,仪式对于柏仁熟练使用空间忍数感到坑震惊。 结论,名人实力不亚于左柱,他俩单挑的话,自然是名人的胜算更大。 然而名人却被仪式小瞧,因为名人对仪式构不成威胁,联手左柱和柏仁才能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。 名人的能力被仪式克制,能与直对抗的手段之优体数。 若仪式来不及防范,人数还是能起到作用的,这就看柏仁和左宁他们三个配合的默契程度了。 49话只是仪式和木叶村见面打招呼,真正的大战会在下月50话上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